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一直在坚持着 你应该知道我有多努力 可是我觉得有太多的东西 阻碍我们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真的没有办法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人 为你去自杀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悲剧 我觉得你妈妈说得对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你要把我交给田惠子 不是我要把你交到她的手上 是田惠子用生命在告诉你 她爱你 她可以为你发疯 可以为你不顾一切的居死 可是许飞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这一点 也许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她 不是我 我觉得我的压力太大了 我要想你的父母 我的父母 还有我们的事业 我看到越来越多让我们不得不分开的东西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的确是要面对很多困难的 但是 不是说好要坚持到底的吗 你忘了 我没有忘了 我也不可能忘记 可是 我真的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 其实爱情跟现实是两回事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没有其他人 不用考虑其他任何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 爱情 她又会慢慢地变老 直到她死去消失不见 到那个时候呢 幸运地 为别人祝福的爱情 还会继续走下去 可是不幸的 就好像是我们两个这样的 就没有任何退路了 不会 不会这样的 看看你妈妈 看看天徽子 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两个只能选择分手 多多 我可不可以 再抱你一下 就知道了 我可以 你真的看 我可以 我可以 你真的看 我可以 很快 我可以 过短时间我们还有上新货 我们设计师可厉害了 慢走啊 美女 拜拜 拜拜 冬冬姐 你来啦 你怎么了 气色那么差 睡过了 没事 是马娃儿在惹你生气了吗 以后别在我面前提她的名字了 对不起啊 最近心情不好 别怪我 没事 多多姐 这事谁赶上了 谁都心情不好 你说依依姐也真是 怎么赶上这事了 她怎么了 你不知道呀 依依姐昨天还在这儿 今天来店里找你 就是因为打你电话打不通 她在这儿待了半天 哭了半天 你说 怎么突然冒出个儿子来了 她不以后就得当后妈了吗 你说什么 谁的儿子呀 叶老师的儿子呀 叶老师跟她前妻有个儿子的 她没跟依依姐说 你说依依老师也真是 连这事她也瞒着 依依姐都快愁死了 那依依说了吗 她打算怎么办 她不就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来找你的吗 杜子姐 要不然你给依依姐打个电话吧 我也特别难过 你说我能给打电话能怎么样呢 两个女人抱头痛哭一场 你别哭啊 杜杜姐 真的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 这孩子是我的 我是有责任的 我有这么狠心吗 我都没说不让你照顾她 我知道你不会 你做好了 少再让我感谢 明珊 嗯 你去找冯清燕谈一谈吧 只要是为了孩子 不管什么条件 我都接受了 好痛 但是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不管以后 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许反正了 嗯 不会 韩依依的反应 让叶明珊心中温暖 与冯清燕相比 她感到自己和韩依依的心 贴得更近 不许反应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快走吧 一会儿又赶上堵车了 您这腰不是还没好呢吗 我这多干点活啊 累不着 只要你们感情好 工作好 我就比啥都高兴 你多关心一下名声 那才是真格的呢 知道了 最近名声忙什么呢 总看不着人影啊 我这当妈的也不太好问 你关心关心呗 回头我问问她 妈 这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上班去了啊 好 辛苦了 快走吧啊 走了吗 路上注意安全啊 好嘞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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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音 孩子的事情 我已经告诉依依了 她知道了 那好啊 赶紧把事办了吧 我就等着你们离婚呢 儿子 听到了吧 你爸要离婚了 要回来了 咱们一家三口啊 要在一起了 能不胡闹了吗 我是在跟你商量问题呢 我说的是真心话 事情本来不就这样吗 你这完全不是 不是 不是要解决问题的一种态度吗 我态度怎么了 第一 我没去你们家闹过吧 这房子是我自己租的 第二 我怀孕生孩子 用你们家人管过吗 这孩子生下来难道就不姓业吗 那总得有个解决方式吧 我也要解决 很简单 离婚 搬过来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秦阳 你可这样行吗 我 姨姨还有你 咱们三个人坐下来 好好地谈一谈 商量一下 没什么好商量的 你是后妈养大的 我不能让我儿子也有个后妈 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儿子 你答应也好 不答应也好 你都必须答应 谁要是跟我过不去呀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来 吃点东西吧 不喝 好 你拿走吧 惠子 如果你要折磨我 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不是在折磨你 我是在折磨我自己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人生的路还很长 你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呢 我以后的日子里 不会再有快乐了 如果我跟你结婚 你会更不快乐 是非 我不想跟你结婚吗 你觉得 我们那到今天这个地步 还有可能会结婚吗 还有可能会结婚吗 自从你逃跑之后 我对你的爱意 就一点一点地在消失 现在我心里越来越来越多的 不是爱 而是仇恨 是仇恨你懂吗 是仇恨你懂吗 昨天晚上 我一个人躺在冰房里 我就不停地问自己 我就不停地问自己 我还爱你吗 我还爱不爱你 我还爱不爱你 可是 我得到的答案是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除非 我从生下来到现在 唯一的一次 全心全意付出的爱情 就这样被你给毁了 那你要我怎么做 说吧 我都愿意做 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除非 如果是在以前 我听到这些话 我会感动 会心跳加速 我会义无反顾的 可是现在 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是不是我们的缘分 已经尽了 为什么我现在听到 你说这些话 就只有恶心 是非 我不是离不开你 但是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只要你不离开钱多多 我想我会憋死的 所以 我不是在祈求你的爱情 我是在报仇 慧子 仇恨 会把你彻底给毁掉的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 好 就在这儿 不停 我偷竟然 其实是替我 我说 我能想你 这么多的 而是 可能会不知道 可爱 我 这 即可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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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专做精品样衣的 要不要带你去看看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惠子 她怎么样了 没事了 是 这事她做的确实是有点过分 可是你说回过头来想想 你说 有什么能比在婚宴上 被抛下让女人感到痛苦和羞耻的呢 这事要是轮到我 我可能会比她更极端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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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件事情上我心里一直都很内疚 可她的行为 不只是伤害了她自己 也伤害了身边太多的人 你让我怎么能够接受她 你让我怎么能够接受她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逼你跟田惠子在一起了 毕竟强扭的瓜不甜 而且我也不想找一个成天寻死迷活的人 做我的儿媳妇 可是无论如何 我也不希望你跟钱多多在一起 你们不光存在着年龄和家庭的差距 还有我们上一代的恩怨和纠葛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两家是走不到一起去的 菲儿 妈妈就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你现在在二十出头 可是钱多多已经三十了 女人三十岁以后就要走下坡路了 到那个时候 她脸上会长满皱纹 身上会出现很多胶肉 而你呢 黄金年龄就在后头 三十岁以后 才是男人真正的黄金时候 那个时候你会事业有成 散发着成熟的魅力 到时候啊 你会失望 她会痛苦 你们不会幸福的 我相信 等你真正成熟了 你的目光就会落在 更年轻漂亮的女人身上 那个时候 钱多多所有的优点 就会变成你嫌弃的缺点 我是怕你到时候后悔莫及 妈 我知道了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菲儿 你总算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了 我心里早就有了准备 我决定跟多多在一起的那天 就已经想好了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放弃 不会后悔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有 爹 天 ��요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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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姐 我觉得马路实在太厉害了 什么事都能搞定 告诉你老渊渊 等会见了马路的面 别说什么那些话 你们真怕你之类的 听见没有 一般下酒不断了 波姆您好 多多在吗 续飞 你怎么到这儿来找多多呀 你就不怕田惠子那个女的 再来一次自查 波姆真是对不起 田惠子的事情 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 得了吧 续飞 你别跟我说好听的了 多多已经跟你分手了 他现在和马娃在一起呢 他们俩的感情啊 好得不得了 照我看 很快就要结婚了 你可以死心了 多多他 他和马娃在一起吗 对啊 他们俩现在正在约会呢 不信 你打电话去问 你不打 我给你打 你听听啊 多多呀 你现在和马娃在一起吗 我要跟马娃说一句话 伯母 我啊 那个马娃啊 一会儿回来 你把多多给送回来啊 那是肯定的 伯母你放心 我们吃完饭我就送他回来 有你在啊 我当然放心了 好了 没事了 我挂了啊 看吧 伯母 那我先回去了 再见 拜拜 不好意思 你 的 那嘛 你不想去看了吗 一定不想去看了 他 我不想去看了 好吗 你不想去看了吗 那不然怎么办 我总是要去面对的 也不能在你背后躲一辈子吧 姨姨啊 让你受委屈了 你干嘛道歉啊 又不是你的错 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应该去处理 不然我心里老是不踏实 没想到他们还真的愿意接 老娃 谢谢你啊 你还跟我客气 我介绍公司能错吗 马娃哥 我今天开始崇拜你了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怎么样 今天才知道你马娃哥厉害吧 一直我都觉得你挺厉害的 好了 为了感谢你 我请你吃晚饭吧 有 请我吃饭 那我可得狮子打开口了 如果方便的话 能不能带上我呀 当然方便了 走 走 还不想看我 你不应该多 setting 画腿 我去的 你不应该倒 appears 你不应该多留个地方 你们两个人不应该多留哪儿 野心都使你 还是有几乎厚 很多人不应该多留呢 我来看看你 也来看看孩子 看看吧 可爱吗 可爱 长得像不像名声啊 你可真够大度 你就一点都不介意吗 说不介意那是假的 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就欣然接受吧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是故意的是吗 我是故意破坏你们家庭对吗 故意也好 不故意也罢 都不重要 秦妍 你有过一场不幸福的婚姻 那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理解你 就等于理解我自己吧 韩依依 你是来和我说教的吗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一个名声不幸福的婚姻 不是我造成的 我不想放弃它 你想清楚了 面对这个孩子 你就那么忍心吗 你就那么忍心他没有父亲 对 好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和他离婚也不是因为我们俩自身原因 是因为他后满 还有 你和他这么快就结婚 你就能保证你一点都没有勾引过他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跟名声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不了解他吗 除非在你心里他就是那样的人 那我无话可说 对 我和你我们俩的确没什么话可说 你可以走了 秦妍 我今天真的是很有诚意来跟你说和的 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相处不可以吗 笑话 一个男人两个女人你觉得行得通 对 我告诉你 你现在面前就有一头 离婚 出去的时候把门都带好 我就不送你了 对 韩依依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竟然在他看见那个婴儿的一瞬间 土崩瓦解了 马娃我敬你一杯 谢谢你帮助 谢谢 还给我客气 我呢就祝你早日成为 著名的独立设计师事业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会唱一个 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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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唱得还挺好的嘛 阿 rotation 再唱一个 唱一个 唱一个 X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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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那 你要是沉默 那我可当你默认了 我希望 你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你还考虑什么 你和许飞不是都分了吗 是分了 不过我 不过我 我不太会像别人一样 刚刚结束一段恋情 马上又投入到新的恋爱中去 我也不想骗你 我也不想骗你 现在我的心里还有一个人 这种情况下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别的人 行 明白了 那 那 我给你一段时间考虑考虑行吗 三天 那就三十天 多多 多多 我告诉我自己 这是我马玩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想好了 记得带上戒指来找我 多多 是你吗 是你吗 多多 你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不说话呢 多多 多多 你干什么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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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多多 我不要你去 妈 你如果非要插手的话 那我就不得不做一个选择了 好 我听听你的选择 你给我站住 好啊 好啊 我让你选择 我这就去找吴芳芳 我看看 那钱多多是不是傻得跟你一样 连她妈妈也不要了 这外面风那么大 为什么不回家说呢 还是在这儿说吧 回家 妈妈听见不了 好啊 我去找冯庆妍呢 别看见了孩子 挺可爱的 我真不应该去找她 我真害怕你这么说啊 她跟你吵架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我看见孩子那一刹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再也没有勇气跟你生活下去 我想离婚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非要走这步 怎么办 你告诉我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你跟我在一起 你就不能去做父亲 你面对的是一个孩子 他是你儿子 你能不想他吗 我做不到的 姨啊 你听我说 这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真也希望你们一家三口 生活在一起 我又算是什么了 时间长了 我们再这样下去 你痛苦了 我也难过 何必呢 我们还是离了吧 这分一真心活 我不是一纪用事 我想清楚了 我们离婚吧 白依依果决的背影 让叶明神的心隐隐作痛 当初 冯青妍的离去 似乎也没有让叶明神 如此的绝望 来来来来来 尝一尝尝尝尝尝尝尝 等会儿 一世一世 否则 请结束 成功 是 很多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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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